反正等夏小兰做完月子出来 梁欢已经被解决掉了 谁出的手 不知道呀 梁欢这人只有漂亮脸蛋 智商和情商都不够 想收拾她太容易了 她一个高中毕业生又没有经成户口 凭什么能建好单位 就是被某任对象走后门给塞进去的 一个好的工作 真的能为女人加分 特别是家庭背景不行的女人 梁欢家庭背景差 并不是说她爸梁炳安不当领导了 就配不上高干子弟啥的 梁欢本人要是够优秀 这些都不算个事 主要是人家一打听 她爸原来是干部 犯了错误才被组织给踢掉的 人家不愿意结这样的亲家 哪怕是个普通老百姓呢 都没有梁家这么大的隐患 梁欢也曾告诉别人 她一副是大领导 可惜刘芬不理她 她证实不了这点 总之 梁欢手里的牌面原本还是不错的 起码她还长得漂亮 又有了不错的工作 但她太好高误远了 万事总拿夏小兰比较 又不愿意像夏小兰一样 浮出汗水去努力 只想吃现成的 甚至从夏小兰手里抢现成的 好牌都被梁欢给打坏了 她进了好单位 却不提升业务水平 如今被人取报是走后门禁的单位 她要面临的形势就很不妙了 单位愿意给她次机会 要她参加业务考核 奈何梁欢的心思就没放在工作上 考核的结果可想而知 单位就出面要劝退 梁欢顶着压力不肯 她再去找当初给她安排工作的前任 人家却已经结婚了 老婆还怀了孕 一个漂亮的前女友找上门来 在老婆凉嗖嗖的目光下 为了家庭环境的和谐 前任哪敢在明目张胆帮梁欢呀 梁欢气得哭 你当初明明说不想那么早结婚 不愿意耽误我才分手的 怎么转头就结婚了 傻姑娘呀 男人说不想那么早结婚 不是真的不想结婚 而是不想和你结婚 前任也头疼 就是出过对象 临分手还得安排了工作 她够对不起梁欢了呀 难道还得管一辈子啊 为了避免梁欢再找来 人家也是直接把话说清楚了 不是我不想结婚 是和你结婚不行 梁欢 京城的单位你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我最后帮你一次 把你工作调回老家去 你也别倔了 好好的怎么会有人取报你 你肯定在京城得罪了人 我还不知道你得罪了谁 但别人不想你留在京城的意思很明显 梁欢这才被点透了 她还什么都没做呢 刘芬和夏小兰也太狠了吧 梁欢回家大骂 刘芳听着听着就黑了脸 欢欢 你真的对周诚有想法 我没有 我看是有些人对自己不自信了 就冤枉我 刘芳这回没有站在女儿那边 倒不是她忽然成了道德圣人 她是被女儿的愚蠢惊呆了 欢欢这丫头真是疯了 想挖墙脚都不衡量夏胜算 夏小兰怀孕变丑 欢欢就能从她手里把周诚给抢过来吗 就算是周诚一时糊涂做了错事 周家也不会同意的 夏小兰可是刚给周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孙子 夏小兰她继父还是个大领导 周家为啥要放弃夏小兰那个儿媳妇 同意周诚找欢欢 刘芳万念俱灰 她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 就梁欢这智商 一辈子也被想嫁进高门大户了 回去 我们回河东去 刘芳态度坚决 京城真的不适合待下去了 她不仅怕刘芬和夏小兰收拾梁欢 主要是没了留下的信心 梁欢自然不愿意 这次刘芳却没迁就她 梁欢要是不走 她就自己走 没有刘芳的照顾 梁欢就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 就这样 梁欢被刘芳强行拖回了河东 前任倒是说话算话 在河东县给梁欢安排了工作 当然是比不上京城的单位好 也没有京城的工作轻松 必须给梁欢找点事做 她才能安安分分待在河东县 前任也不想梁欢有一天又找上门 梁欢不甘平反 回河东后 屡次相亲都不成 渐渐的别人也知道她心气高 歇了给她介绍对象的心思 兜兜转转 梁欢自己和河东县一个有钱男人好上了 人家不求她有啥内涵 也不在乎她家庭条件 就是图梁欢有张漂亮的脸蛋 有钱男人对梁欢还不错 名分也给了 还给梁欢买车买房 让梁欢过上了穿金带银的生活 甘蔗没有两头田 这男人年龄比梁炳安年纪还大几岁 家里不仅有原配生的儿子 外面的情人也生了孩子 梁欢一进门就要当后妈 还得当好大父 毕竟 自己丈夫和外面的情人也没完全断掉 梁炳安现在很没骨气 女婿比自己年纪还大她都不在乎 女婿丢了一个小厂子给她管 梁炳安沉寂多年后 又焕发了事业第二春 唯有刘芳 抱着自己忽略多年的儿子梁宇 崩溃大哭 报应 这都是报应 她当初体会不了刘芬的感觉 把夏小兰嫁给梵震川明明是好事 刘芬还不领情 现在梁欢找了个老男人 才让刘芳感同身受 别人恭喜她梁欢嫁得好 她有苦说不出 等夏小兰受回了没怀孕前的身材 脸上妊娠般也几乎看不见了 她才想起表妹梁欢 不过这时候梁欢已经离开了京城 夏小兰也没问是谁把她弄走的 她和周成都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中 双胞胎会抬头了 会翻身了 牙牙学语了 这些都叫夏小兰快乐 汤洪恩乔女婿不顺眼 倒对梁的外孙很宠爱 只要是她回京城 经常主动带孩子 周四义先学会叫爸爸 翻译是爸爸 冲着谁都这样喊 周成很得意 夏小兰却要一遍遍纠正 汤洪恩回来抱孩子 周四义也冲她叫爸爸 一边叫还要一边偷看夏小兰 这孩子是不是太惊了 夏小兰觉得小儿子是故意的 把周四义从老汤怀里抓过来 轻轻打屁股 你爸周成去学校了 这是妈妈的爸爸 是你外公 不要乱叫 周四义这个厚脸皮 挨了打也不哭 还拿胖手戳他妈的脸 冲着夏小兰叫爸爸 汤洪恩都愣住了 夏小兰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 我早就想改口了 一直没找到机会 老汤就是她爸呀 一个父亲该做事 老汤全都做了 夏小兰轻轻叫了一声爸 周四义仿佛得到了鼓励 一直巴巴巴巴的叫不停 好半上 汤洪恩才回过神来 哎 爸在这里呢 以前觉得夏小兰叫他叔叔没啥关系 孩子对他尊敬他心中有数 可夏小兰忽然改口叫了爸 汤洪恩觉得这个称呼更动听 怎么办呀 他现在真的好幸福呀 从第一声爸叫出口 夏小兰叫老汤是越来越顺口 汤洪恩故作威严 那种喜悦根本掩饰不住 周成回家后马上跟着改了口 汤洪恩和颜悦色的答应 周成感觉自己被爱乌及乌了 姬江源来京城看两个小外甥 对着夏小兰也有小吃醋 和你一比 我像是从外面捡来的孩子 莫名其妙的 他爸居然给他打电话 让他在港岛替夏小兰管好启航资本 夏小兰这边要带儿子 要去学校 还撂不开手 姬江源当然知道夏小兰如今是特殊时期 就算想要单干 也没说是现在呀 到京城一趟就全明白了 姬江源安慰自己 女儿才是贴心小棉袄 她这个当歌的不和妹妹计较 姬江源逗着双胞胎 夏小兰替刘芬和汤洪恩打探情报 大哥 你在港岛有没有一中人呀 姬江源呵呵笑 我不告诉你 你专心养孩子 当什么没人 等孩子能稍微丢开手了 就把你的公司接回去管理 咦 这个说法有意思 姬江源好像真的有情况 夏小兰没问出具体的信息 姬江源的口风太紧了 不过有个含糊的说法就行 姬亚至今还住在港岛的精神病医院 病情是否缓解 夏小兰也不得而知 估计是不会关心 姬江源的婚姻大事 双胞胎满周岁 夏小兰重新开始工作 周成的进修提前结束 还得回穷岛单位去 抱着儿子是亲了又亲 舍不得走 这俩孩子 周成带的时间更多 嘴里叫臭小子 咋可能不疼爱 周思明和周思一分两边 各抱着周成的腿哇哇大哭 哭得周成心里难受 夏小兰要一次安抚父子三人 压力好大 再有半年 我就带着孩子去找你 以后你在哪里工作 我和孩子就在哪里 这一年多 他和周成就没分开超过三天过 他也很舍不得呀 在夏小兰忙着生孩子的1992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的越发猛烈 领导人发表南巡讲话 还在护士开放了股票市场 护士那边朝股票认可证 很是诞生了一批百万富翁 这件事夏小兰知道 但忙着生孩子带孩子 根本没有参与其中 他现在也不太在意这些赚快钱的机会了 经过穷岛地产泡沫后 夏小兰手里不缺资金 他不想再搞这种投机了 要从赚快钱变成赚慢钱 稳扎稳打 把启航做成一个稳健发展的大企业 因为老汤还在彭城任职 夏小兰暂时不打算回彭城 她的目标是护士 护士是个好地方 在建国前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是未来的金融中心 1990年 国家就有要开发浦东的决策 夏小兰当时可以提前跑去占地 不过考虑到她在穷岛刚出过风头 还是没有立刻过去 一次战先是有前瞻性目光 次次抢战先机 汤红恩说自己没走漏消息 也得别人相信才行啊 在穷岛赚了好几亿 夏小兰也不着急 安心围着孩子赚 直到1993年的1月 浦东新区成立 这时候启航再杀入护士 就不显眼了 双胞胎周岁时 启航在浦东新区建立了分公司 热火朝天的招兵买马 此时 一直在商都亚西亚工作的宋明兰 联系夏小兰 夏总 你想不想知道朱穗州的近况 夏小兰马上抓住重点 那不是你表姨父吗 直呼大名不太好吧 宋明兰纠正她的说法 是前表姨父 她和我表姨圣轩离婚了 朱穗州自己把债务都扛了下来 我表姨连女儿都没要 丢下孩子去了日本 离婚不奇怪 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两个不仅是一般贫困 而是背着拒债 压力可想而知 1991年穷倒地产泡沫被戳破后 朱穗州和圣轩这对新贵夫妻落难 日子非常不好过 朱穗州这人颇有任性 一直在积极想办法还债 可惜圣轩不在银行工作了没办法贷款 本钱不够 朱穗州也只能小打小闹 日子过得不顺心 自然有吵闹 计划夫妻俩矛盾的就是去年 护士的股票认购正事件 朱穗州见好就收 赚了几十万 圣轩嫌他胆子不够大 如果赌一把 几十万变几百万 能解决很大一部分债务了 大佬就是大佬 穷倒地产被套牢了 还没对生活认输呢 不过 激进一直是朱穗州的标签 宋明兰口中讲的 却是让夏小兰陌生的朱穗州 或许是穷倒的教训太惨痛 朱穗州做生意变得谨慎 在护士赚了几十万就收手 却叫圣轩不满意 夫妻俩的矛盾越来越大 今年年初干脆就离了婚 明明圣轩才是宋明兰表姨 听她语气 好像更同情朱穗州一些 你是什么意思 夏总 我就一个想法 行不行我不知道 您不妨听听 你说 原来 宋明兰想请朱穗州再回亚西亚 启航地产已经在护士开了分公司 启航资本自然也要有动静 商都亚西亚的营业额 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 夏小兰已经在考虑连锁经营 护士是亚西亚对外扩张的第一站 宋明兰就是夏小兰要派去护士打前哨的 你想让朱穗州替你管商都亚西亚 你自己好放心去护士 夏小兰并不反感这个建议 朱穗州早就没了亚西亚的股份 再回亚西亚也只是一名员工 最多级别高一点 可她却是给夏小兰打工的 有本事的人替她赚钱 她有啥好拒绝的 可以 只要朱穗州自己同意 我怕她心理上放不开 如果她同意 就由你和胡勇才去护士 把黄国强留给朱穗州 她若是拒绝 你带黄国强去护士 由胡勇才管商都亚西亚 朱穗州算个人才 人才也会犯错 夏小兰对她没有了对大佬的敬畏心 朱穗州若愿意回亚西亚上班 她自然会给对方开高薪 业绩表现好还会配甘骨和分红 她对每个高管都这样大方 对朱穗州也不会小气 不过朱穗州会不会回亚西亚真不好说 一个是面子上过不去 再者 对方还欠银行的钱 可能更想自己做生意翻身呢 出乎夏小兰意料 宋明兰给她回复 说朱穗州对重回亚西亚的邀请 几乎是一口答应 夏小兰有点奇怪 宋明兰叹气 我表姨连女儿都不要去了日本 朱穗州想给孩子一个更稳定的生活环境 冲动和自大都被社会教做人了 朱穗州的确是沉淀了下来 她又不是找不到工作 是折腾了一圈 还是对亚西亚有感情 想到当初辞掉公职要做的事业 颇有找回自己出心的意思 比较微妙 就是从前她是朱总 黄国强那样的老油条是朱总的狗腿子 如今重回亚西亚 黄国强成夏总的马匹精 一定会对朱穗州百般挑剔 夏小兰想到那画面还有点想笑 老油条也有用处 黄国强也是个妙人 从黄国强 他还能想到另一个人 也是在他手下废物利用的罗耀宗 这两年启航地产是从鹏城到穷岛 如今穷岛又要转战护士 保安队升级成了安保部 罗耀宗当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实现了他当经理的梦想 因为这货当初奋不顾身保护刘芬 夏小兰为了奖励和鼓励这种行为 还送罗耀宗去脱产学习了一年 回来才当了经理 怂包如今脱胎换骨 穿上西装也能装一装精英 经过包装的罗经理很能唬人 背靠着启航这家大公司 在夏小兰送他去进修期间 和港岛一个中表行老板的女儿谈上了恋爱 去年顺利结婚 中表行老板送楼又送车 还挺看重罗耀宗这女婿 看那样子还想培养罗耀宗当接班人的 罗耀宗嫌人家的中表行太小 表示了拒绝 小伙子在港岛开中表行的不是大富 也是殷实人家 你的心也太野了 还嫌人家妙小 罗耀宗还拿这件事来跟夏小兰表忠心 夏总 我生是起行的人 死是起行的鬼 说夏小兰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滚滚滚 她要一个鬼来做什么 飘来飘去巡视施工现场啊 不过夏小兰其实挺得意 她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 又一个废物被掰正了呀 所以说 不管男女 只要往正道上努力 该有的都会有 事业上有了小成就 走出去都能抬头挺胸 一个自信的人 总有更大的几率遇到对的爱情 周成结束进修后半年 夏小兰也完成了在华清这边的深造 能带着双胞胎去穷岛和周成团聚了 不过 他人也是经常需要出差的 1993年底 港媒捅开了一个大新闻 成龙集团的董事长杜兆辉升级当了爸爸 一二一女满月了才被曝光 那么问题来了 孩子爸是杜兆辉 孩子妈妈是谁 杜董和石秘秘结婚了 港媒整天去赌叶家文 他可是当了杜兆辉几年绯闻女友的人 叶家文哪敢自认是孩子妈 在征求杜兆辉的允许后 当众澄清了和杜兆辉的绯闻 我和杜董其实只是朋友 没有交往过 绝对没有 想不想加入豪门 我觉得事业比较重要 感情的事随缘吧 我想杜董不需要隐婚吧 孩子生母是谁 需要向杜董求证 叶家文是TVB炙手可热的大花蛋 这几年依心拍戏 因为挂着杜兆辉绯闻女友的牌子 平时少了许多糟心事 不过现在 这牌子必须要摘掉了 杜兆辉不希望港媒物会她是孩子的生母 没几天 杜兆辉就对外发表了声明 说自己和孩子生母恋爱 却不适合走进婚姻 经过两人协商 女方生下孩子后和平分手 两个孩子都有她抚养 这很符合杜兆辉的性格 昔日的花花公子 才不会那么轻易踏进婚姻呢 杜兆辉也没刻意遮掩 对外公布是一个说法 事实上 她做试管婴儿的事 还是在小范围流传 唐元月听到这消息 也不知说什么好 唐元月和何芷彤结婚后 磨合了好几年 到了今年何芷彤年纪不小了 唐元月也一再被催生 这才决定要孩子 唐元月之前还提醒杜兆辉 要为了继承人妥协 选择门当户对的女人联姻 乃至杜兆辉的操作能骚成这样 何芷彤才怀孕五个月呢 杜兆辉通过试管婴儿生下 孩子都满月了 可以 这很杜兆辉 唐元月很是羡慕 那或活得有够随心所欲的 夏小兰也没想到杜兆辉这么吵 她比港媒知道的早些 杜兆辉刚从国外把孩子接回港岛 她就得到了消息 什么恋爱后性格不和 和平分手后 独自抚养孩子的故事太鬼扯 夏小兰是一个字都不信 杜兆辉也没骗她 还给她安利试管婴儿的好处 你以后要想再生也可以这样做 一点都不耽误你做其他事 我真是谢谢你了 孩子生那么多干嘛 俩儿子夏小兰已经很犯愁将来要怎么教育了 不过杜狗子真的好潮 起码在这种事上 她更像土著 杜兆辉则像个无所经济的重生人士 杜兆辉也和夏小兰谈了谈心 表示自己有了继承人可以继续浪了 问何时能再干一票大生意 夏小兰没忍住笑 护士呀 护士有投资价值 我不信称荣集团没动静 杜兆辉现在真的不需要她指点了 当然 夏小兰也不排斥有机会继续合作 或者说她和杜兆辉的合作本来也没断过 俩人至今还同属于启航资本的大股东和二股东 杜兆辉挂了电话去看孩子 夏小兰坚持要自己带孩子 给孩子更多陪伴 杜兆辉养孩子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请了好几个保姆 让保姆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每次她去看孩子时 要确保孩子会干净清爽的出现在她面前 冲奶粉 换尿布什么的 杜兆辉才不会做 她相信 唐元月将来也不会做这种事 豪华的房间 豪华的婴儿床 杜兆辉看了半天 把保姆们都赶了出去 她没离婚儿子 倒是小心翼翼戳了戳女儿的脸 你妈妈是纯天然没整容过的美女 你长大以后也会漂亮吧 必须要漂亮 还得学习好 还得聪明 长得太丑 我就把你扔了 千万别学和纸铜炉运士那些废物 要做个有能力的女人 儿子女儿她都会一样培养 谁有能力 谁将来就继承度假 如果两个都能力不足 一定不是她的错 是公玩者基因不好 没关系 她能做一次试管婴儿 就能做第二次 第三次 1994年 尤利从美国学成归来 她除了拿到了学位 还在美国那边工作了一年 这点下小兰是很支持的 能在外面多见见世面当然很好 除英助学基金这边 汤友如在学着慢慢打理 一个人的身体可以是残疾 精神却能很高大 汤友如适应了这份工作 她做得很出色 夏小兰有意让她以后 全权负责助学基金这边 尤利不是一个人回国的 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追求者 美国人 年轻的创业者 和尤利相识于一场校友酒会后 就展开了欺而不舍的追求 尤利哪有心思谈恋爱 还欠着表姐夏小兰好多钱呢 不过这个美国人可没有因为被拒绝就放弃 她追求了两年 还没打动东方家人的芳心 尤利要回华国 这人就直接追来了 盖很有诚意 夏小兰这样评价 尤利忍不住抬头看去 盖正在接受舅舅汤红恩的关爱 尤利也不能否认夏小兰的说法 她有时也在怀疑 自己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能叫一个美国人如此 切而不舍地追求两年 并为了她愿意学习华国文化 使用筷子什么的都是小儿科 此时 盖正在用发音别角的华语和汤红恩沟通 盖有美国人的自信 然而此时也浑身都是冷汗 她所认识的尤利 只是一个普通的华国留学生 可到了华国 盖发现心上人一点都不普通 心上人的妈妈肢体不变 却管理着一个基金 心上人的表姐是优秀的华国建筑师 是地产公司的老板 心上人舅舅是华国的一名高官 可怜的盖 不得不郑重又郑重 生怕自己在尤利家人面前 留下不好的印象 他只是一个小农场主的儿子 从小就特别会念书 顺利上了大学 大学期间创业 获得投资 才有了自己的公司 天啊 他会被嫌弃吗 盖向尤利投来求救的目光 尤利将视线撇到一边 夏小兰挽着他手出去 你其实是喜欢他的对不对 不喜欢的话 就算盖欺而不舍追到华国来 尤利也不会让他见夏小兰和汤红恩等人的 尤利是一个慢热的人 两年的时间 足够盖慢慢走入他的心了 他需要家人的鼓励和认可 让他有勇气去迎接新的感情 之前和邵光荣那段夭折的感情 还是影响到了他 所以这次 虽然还没有答应和盖正式交往 尤利却从没隐瞒过自己的家庭状况 舅舅和表姐不是他可以用来吹嘘的对象 他告诉盖 自己是单亲家庭出生的孩子 因为表姐资助才能到美国留学 母亲需要轮椅出行 为了给母亲治病 他欠表姐一大笔钱 如果这些盖都能接受 他才会考虑和他谈恋爱 一开始 盖真的吓了一跳 东西方观念有差异 游历在华国长大 这几年华国的风气才渐渐开放 早些年都是不以结婚为目的 谈恋爱就是耍流氓 恋爱就是为了走进婚姻 当然要提前交代真实情况 然而 按照美国那边的节奏 盖响的是先成功约会 变成男女朋友 最后再考虑婚姻 说真的 大部分美国人都把谈恋爱和婚姻区分得很清楚 还有一些情侣是常年同居 孩子都生几个了却不结婚的 也大有人在 游历的直白吓住了盖 这个年轻人消失了半个月 在出现时 他告诉游历自己考虑好了 华国人的家庭联系更紧密 我愿意和你一起照顾你妈妈 那是我应该做的不是吗 游历说他自己同意不算 应该征求家人的意见 盖莫名其妙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是我的选择 和我的家人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只会祝福我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 像盖这样 连读大学都需要自己贷款交学费的 父母真的不会干涉孩子的婚姻 也不会干涉孩子的事业 都是成年人了吗 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游历又说自己会回华国去 不会留在美国 这次盖没有一口就答应 口风就比较谨慎了 我需要和你去华国看看 看什么 看华国是不适合定居 有没有他公私存活的土壤呀 他不能乱许诺些自己办不到的事 爱上一个华国女孩子 愿意为他了解华国文化是一回事 长久生活在华国可是另一回事 还有他的事业 男人为了爱情可以追到一国他乡 但不能用爱情当借口 靠女孩子养呀 盖这个人就这样 农场长大没什么心眼 大学创业成功更多 也是因为技术 非要找个人做对比 有点像美国版的徐静 当然 盖没有像丽那样的前任 情识简单 一共只有过两个女朋友 一个是高中时期 考上大学就分手了 另一个是大学期间 创业太忙 没时间陪女朋友被甩了 认识游历时 他大学毕业两年 小公司勉强算走上了正轨 能抽空参加校友酒会了 长久的空窗期 盖已经快忘记恋爱的滋味 对他来说 和游历认识 是在最恰当的时机 一切都刚刚好 盖也慢慢平静下来 因为他发现 汤洪恩换了英文和他交流 天哪 他的华语说得不够好 急得他满头大汗 而且他越是说实话 汤洪恩的态度就越温和 盖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不要试图用谎言 去博取游历家人的好感 他应该说真话 汤洪恩和盖聊了俩小时 愣是没挑出 这美国小伙的毛病 就是时不时会用夸张的言语 赞美游历 汤洪恩坦然受之 他外甥女当然很好啊 汤洪恩对盖的评价 比少光荣高 小游若是喜欢 就让他和这个盖交往吧 他低声问妹妹 你喜欢他吗 盖紧张地看着两人 这句话他听懂了 汤友如轻轻点头 他喜欢小游 小游也喜欢他 这就是最重要的了 二哥 我只想小游能过得幸福 汤友如很庆幸 自己从美国治病回来后 坚持要工作 工作给了他自信 工作让他能体面的 和喜欢游历的 美国小伙见面 盖这个美国小伙子 靠自己的真诚 得到了游历 所有家人的认可 就连康伟得到风声 都特意跑来和盖吃过饭 完了就打电话给邵光荣 光子 你是真没戏了 连我都觉得盖很适合小游 什么叫兄弟 兄弟就是专往人心上扎刀 扎进肉里生怕他疼得不够厉害 还得握着刀柄旋转一下 这几年 邵光荣的脾气越来越稳 懒得和康伟计较 挂了电话 他在办公室抽烟 他混得真不错 独立办公室都混上了 以前都说 佟丽丽老公是年轻一代的翘楚 邵光荣情场失忆 只能专心干事业 如今也差不多快追上佟丽丽老公了 不是他没对方牛逼 是他岁数上还差点 小游回国了 小游带回来个美国男朋友 小游家人很喜欢那个美国小伙 这些消息他就算不特意打听 也会往他耳朵里钻 是朋友们故意透露给他的 为了什么他也知道 大家都觉得他还没忘记小游 希望他能早点从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 他和小游认识的时候好 他年纪不大 小游更小 但太年轻了也不好 如果是现在 他家里人不会质疑他的选择 邵光荣抽烟走神 猛然把一口烟吸进了肺 可起来真是惊天动地 是啊 他没忘记过小游 至今想起这个名字 他心脏还顿顿的疼 那种怅然若失 会是他终身的遗憾 有一段时间 邵光荣挺相信因果报应的说法 因为他以前对感情不认真 老天爷就让他求而不得 他今年32岁了 至今未娶 小游出国后也再没交过女朋友 邵家都要急疯了 少母也没了从前的骄傲 几次低声下气对儿子道歉 又听说 汤有如把助学基金做得有声有色 甚至提议 邵光荣和游历在续前缘 你要是抹不下面子 妈去说 妈去给游历道歉行吧 当然 他这说法没得到 邵光荣的同意 邵利民倒是找机会试探过汤红恩 被对方态度十分坚决地给搏了 汤红恩觉得邵利民简直有毛病 你家侄子年过三十不结婚 就得让我外甥女和他在一起呀 有本事就一辈子不娶 汤红恩才不惯邵家人的臭毛病 邵光荣觉得自己很无辜 他不是要演情圣 他只是需要时间来忘记小游 可能他和小游当初顺利在一起了 几年过去 如今感情早已是一地鸡毛 就是因为没能在一起才念念不忘 不断回忆 把那种感情给美化升华了 道理吗 邵光荣都懂 就是放不下 现在游历留学回国 还带回了男朋友 连康伟都说那个盖靠谱 他也没借口再说服自己还有微弱的希望 他是该放下了 不能把自己变成小游的负担 邵光荣在办公室抽完了一整包烟 熄灭最后一根烟头 他打电话回家告诉他妈 您上次说谁家女儿 我见一面吧 邵母都不敢信 你愿意相亲了 嗯 合适的话就他了 我也没太多时间 邵母先是惊讶 然后是狂喜 生怕儿子反悔 马上定下了见面的时间 他兴高采烈安排好一切 才纳闷邵光荣的妥协 再一打听 原来是游历带着美国男友回国了 邵母气得三天没沾一粒米 觉得和游历在一起没希望了 才同意相亲的吗 那小狐狸精 也不知道给光荣下了什么迷魂药 迷得光荣这么多年都忘不了 不结婚 不处对象 母子关系还僵得很 邵母也只能自己生闷气 她难道敢跑去指责游历吗 如今 邵家最厉害的就是邵利民 也被汤红恩甩在身后 邵母拿什么去指责汤红恩的外甥女 人家一直在国外留学 又没主动联系过邵光荣 再一个 邵母一直不看好夏小兰和周成的婚姻 觉得夏小兰太强势 周家早晚容不下那人 一眨眼 那俩人结婚这么几年了 可没听说有啥婚姻危机 夏小兰的生意越做越大 周成的职务也越升越高 最叫少母羡慕的就是夏小兰为周成生的那一对双胞胎儿子 计划生育算啥 一次生俩不就解决了 两个还都是儿子 父母的颜值高 周思明和周思义也会长 少母就没见过大院里谁家孙子这么会长的 只要瞧见过双胞胎兄弟的 就没有不羡慕关慧娥的 想把孩子偷回家养的人好多好多 少母就是其中一个 想想就好气 那么可爱的双胞胎居然是别人家的 少母气得三天没吃饭 还要拖着虚弱的身体为儿子张罗相亲 她从没想过儿子会拖到32岁没结婚 十几岁就会找女朋友的人啊 她从前担心的是少光荣会不会搞大谁的肚子 那少家只能捏着鼻子承认女方 她现在是巴不得少光荣和相亲对象见一面就确定关系 然后就领证 最好是结婚当月就怀上 游历不知道和自己有一面之缘的少母会有那么多戏 她把该带回国 家里人都认可 她也正式接受了对方的感情 两人谈起了恋爱 她都出国几年了 和少光荣那一段早成了过去的事 回国也没特意联系对方 不打脚才是一种尊重 又没打算和少光荣在一起 总联系 那不就是藕断丝联了吗 游历回国 就忙着要重新入职启航 启航现在的重心在护士 游历必须马上投入工作 她还欠着夏小兰一大笔钱呢 苦追两年才转正的男友盖 好奇地打扬着华国 从鹏城到护士 她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发展 并没有传言中那么落后呀 当然 也绝对不是发达国家 正因为她处于发展中 才有许多机会 十年前的今天 我还需要乘火车往返两个城市 通过贩卖服装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十年后的今天 十年后的今天 她能很从容地站在这里 望着即将竣工的东方明珠塔 用自己的成功告诉盖这个美国人 发展中的华国充满了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